中国的定点扫黄行动日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2月9日在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银嫖娼等违法行为之后 东莞市当天就出动6000多名警力 对全市所有桑拿场所、族狱以及娱乐场所同时采取清查抓捕行动 总共抓获67名涉嫌进行色情交易的人员 尽管央视在相关报道中义正词言地说 在法治中国没有扫不掉的黄流 没有容纳色情业的法律特区 但是央视与地方当局联手采取高调扫黄行动 仍然激起大批网民吐槽 网民们把这一事件戏称为东莞发生三级地震 是出卖了灵魂的曝光了出卖肉体的震荡所致 与此同时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满屏 东莞挺住、东莞加油的支持声浪 面对众多网民把矛头直指央视的局面 《环球日报》的社评警告说 与央视对立会滑向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人民日报》的评论痛批网民有关腐败之害甚于色情 贪官比嫖客小姐更坏地论掉 新华网转载的《前江晚报》评论 则抨击那些呼吁东莞挺住的网民是就地撒泼 实际上许多网民之所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央视 是因为他们认为央视不务正业 已沦为扫黄专业户 因此网民经常把央视CCTV称为CCAV 知名媒体人刘向南指出 权力无监督、官员财产不公开、社会为权力适从 多少女主持、女明星沦为官员的玩物 看看那些落马后才被曝光的高官们吧 有几人没有与多名女性发声保持不正当关系 这才是当下最肮脏的事情 强烈建议央视去曝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非常道节目主持人林晨气愤地表示 我不爱贬损同行 这次确认无可忍 装作义正词严的大打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标榜自己是当代留下会 看过以后准备离开 是你们暗访的惯用套路 敢去报谁入过肝骨 谁因此余利吗 辛苦了 用汗水与体液浇灌东莞的劳动者们 你们不可耻 出卖灵魂的人居然看不起出卖身体的人 呜呼哀哉 网民简艾伦黄在推特发表她的独特看法说 央视是众所周知的淫窝 女主播都是高官包养的情妇 所以当然要打击东莞了 还是验证了那句话 同行是冤家 这跟打击谣言实际上是一回事 网民西韩在网易微博发了一副对子 大裤衩下纳购藏屋 多少主播领导情妇 祸国殃民 央视死有余辜 小门腰旁勤劳致富 接济姐妹为民服务 至情至性 东莞无愧幸都 横批 挺住不哭 原来网上盛传 中共当局将在2月11日公布 大老虎周永康的案情 结果这条传闻最终落空 从而使东莞扫黄连续几天占据着新闻的显要位置 由此冒出了关于东莞扫黄的一个最牛评论是 说是要既打老虎又打苍蝇 结果是击中枪了 网民 卖城守望者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成 发表了他的深度分析 中共只有一把鸟枪 怕老虎打不死 反被咬一口 苍蝇太小 打不着 只有鸡不大不小 又跑得慢 一打一个准 网上出现的东莞扫黄解密称 听说要打老虎 大家等啊等啊 终于下手了 六扇门高手直扑东莞 大家均不解 今日到一寺庙寻高人 方丈也不慎解惑 一老僧微笑悠然说道 老纳早就说过了 女人是老虎嘛 善哉善哉 啼呼灌顶啊 悟性第一 直立一提的是 就在东莞大规模打击 卖淫嫖娼活动的当天 经过新浪认证的 联合国官方微博发帖称 艾滋病相关用词使用指南指出 暗娼 小姐 失租妇女等教法 都带有歧视或者价值判断的含义 并且会导致对于性工作者 更严重的歧视和排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 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 应当享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 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 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对待 与此同时 也不应当使用嫖客嫖娼等教法 最好使用性服务购买者 如果专职女性 可使用女性性工作者 知名学者 人权教育工作者艾小明 在接受美国之音 德国之声和凤凰电台这三家媒体 就东莞扫黄的采访时表示 人们对央视的反感是基于新闻管制和产媒权利 而不是针对性工作 他还重申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要求用性工作者替代娼妓的说法 并且称他支持性交易非罪化与合法化 但是艾小明坦诚 目前在中国打压公民运动的情况下 这个说法显得脱离现实 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之一 李银河与艾小明一样 也是主张卖淫非罪化的 他指出 这一二十年 中国的扫黄不知进行了多少次 但却总是扫不净 原因在于存在着性需求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因此色情服务业对于扫黄而言 总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